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左传 上一次我们聊到了 这个离击之乱之后 晋国有两个公子在外面逃亡 一个是公子一吾 后来在秦木公的支持之下 公子一吾回到晋国成为了晋慧公 但这个晋慧公非常的不靠谱 干了很多不靠谱的事 那还有一个公子 我们就知道是大名鼎鼎的公子崇尔 公子崇尔在当时也在国外流浪 但是公子崇尔 崇尔的运气就没有他的兄弟这么好了 那今天开始我们就来讲一讲 崇尔流亡的过程中 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 其实崇尔在流亡的时候 也只不过是一个富家公子哥 没有那么强的本事 但是等到他后来回到晋国的时候 却已经获得了特别强大的能力 和很多人的支持 我想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崇尔在流亡的过程中 增长了他自己的本领 增长了自己的才干 那么这个本领和才干 怎么才能增长呢 其实如果我们使用孟子里面的一句话来讲 天将将大任于四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金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扶乱其所为 这一系列的悲惨的遭遇 其实都是为了未来 给你磨炼出强大能力的 那这件事情在公子崇尔的身上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讲一讲 公子崇尔到底在流亡的过程中 遭遇了哪些非人的待遇 遭遇了哪些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困难 首先是公子崇尔为什么会逃亡 当然是因为当时黎姬说了他的坏话 然后晋献公呢 派人去攻打公子崇尔所在的这个封地 叫蒲 也就是蒲公英的蒲 但是呢 其实当时的蒲地是有一战之力的 只不过公子崇尔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 所以在当时呢 崇尔就给自己的手下下了个命令 这个命令叫什么呢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原文 说 保君父之命而想其生路 于是乎得人 有人而叫 罪莫大言 无其奔也 这个话翻译过来什么意思 就是说 崇尔讲 他说我为什么手底下能有这么多人 能有这么多兵 我现在如果要对抗我的父亲 我对抗他所指望的所有的人力 全部都是我的爸爸给我的 如果说没有我的父亲 给我这样的地位 给我这样的权利 那其实我手上根本没有这些对抗他的力量 所以他说现在 如果我有了力量 我反而去对抗他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本身就是一个罪过 所以崇尔也选择了不抵抗 你看这个 晋献公虽然有点昏庸 但是他的几个儿子 个顶个的都非常的孝顺 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太子申生 也是因为是一个大孝子 所以为了不让自己的老爹伤心 宁肯自己这个 把自己干掉 对吧 宁肯自以而亡 那在这里面呢 崇尔也是 他宁肯自己逃跑 也不愿意留下一个 对父亲不孝不忠的 这样的一个骂名 所以呢 崇尔就逃走了 逃到哪里去呢 逃到了他的姥姥家 就是他妈妈的母国 叫敌国 逃到了敌国 然后当时逃亡的时候 身边有几个很厉害的大臣 跟着这个崇尔 也是因为觉得 崇尔这个人 是一个能够善于得人心的人 那这几个人里面 就有著名的胡言 赵崔等等等等 魏武子 司空继子 等等这些人 那在逃到敌国去之后呢 崇尔曾经也过了一段 比较安稳的时光 但是呢 在这个敌国啊 没有待的太长久 后来又被 晋国新上位的 晋慧公派人来刺杀 所以就要从敌国逃走了 但是在从这个敌国逃走的 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件 特别好玩的事 什么事呢 就是他在敌国的时候 娶了个媳妇 这个媳妇呢 是敌国攻打 把另一个部落的时候 抓过来的这个部落的公主 这个公主里边 也有这个姐姐有妹妹 后来他就把这个妹妹呢 就嫁给了这个公子崇尔 这个妹妹的名字呢 叫纪奎 这个纪奎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 这个左传里边呢 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他说公子崇尔要去逃跑了 然后他给这个纪奎留了一句话 他说 待我25年不来而后嫁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希望你能等我25年 如果25年之后 我还没回来 你就可以去嫁人了 这个就有点像是 我们今天讲说 两个人生死相依 对吧 感情非常的深厚 说我现在要逃跑了 但是呢 如果你等了我一段时间 你还没有等到我回来 你就嫁人吧 这是一个本来挺感人的场合 但是这个公子崇尔讲这个话 是仔细想一想 其实有点不地等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让他等的时间非常久 他说你等我25年 25年我还没回来 你就嫁人 结果这个纪奎也特别的实诚 纪奎说我现在就已经25了 你让我再等你25年 我那时候都50了 对不对 50我还嫁什么人呢 你知道在中国古代 人生活到50岁 就已经是安不晚年了 七十古来西 所以这个纪奎就特别老实 纪奎说我不去嫁别人了 我还是继续等着你吧 对吧 就是如果我能等你25年 我后面再去嫁人 没有任何的意义了 说我还是继续等你 于是呢 这个公子崇尔就逃走了 公子崇尔在敌国一共待了12年 那他要去哪里呢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去齐国 但是在去齐国的路上 他经过了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魏国 魏国呢 对他并不好 魏文公不理焉 就是魏文公对他没有一礼相待 结果这个崇尔走到魏国的时候 就饿得不行 结果经过了五路这个地方 他实在不行了 他就跑去找老百姓要口饭吃 说白了就是已经饿到要饭了 结果这个老百姓也挺逗的 魏国老百姓说可以给你 给他什么呢 原文里边叫羽之快 这个快就是土块 就是土嘎啦 就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魏国的老百姓 在这个公子崇尔饿得不行 来找他要饭的时候 他们给的是土 请你吃土 公子就非常的生气 原文里讲叫公子怒欲鞭子 就想拿鞭子抽他 说你不把我当个人看 对吧 给我吃土 结果没想到呢 他带来的这个手下 子范就跟他说 说这个叫天赐爷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当时那个年代 他们认为 如果别人愿意把土给你 土是土地的代表 所以子范就劝他说 你要得人心 你要换一个角度想问题 他给你一捧土 你要把它理解为 他要把土地献给你 这是一个吉祥的征兆 你不一定非得吃啊 对不对 就你得到了土 不一定非得把它吃下去 所以呢 这个崇尔就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叫鸡首授而在之 也就是说 崇尔行了个礼 把这个土接了 然后放在车上 带着这个土就走了 后来终于到达了齐国 到了齐国呢 崇尔算是过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 齐桓公 当时就把他的女儿 嫁给了这个崇尔 而且呢 还给了崇尔 二十胜的马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啊 一胜是要有两匹马在前面拉的 二十胜就是四十匹马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财产了 所以崇尔一段时间 在齐国生活的是非常非常滋润的 有老婆了 有房子了 对吧 然后有这个财产了 也然后呢 因为生活的很好 所以呢 崇尔也不想走了 这其实也就是齐桓公给的这个策略 他希望用这种荣华富贵安稳的生活 来麻痹这个公子崇尔的斗志 不让他返回禁国去 因为崇尔很明显是一个雄才大略 其实比较有能力的人 他的手下 崇尔的手下是明白齐桓公的用意的 而且他们也都知道 绝对不能够让公子崇尔就这么沉沦在这个温柔乡里边 所以他们就在一起商量 说咱们要不然 这个找个机会 把崇尔绑上 咱们就赶紧跑 对吧 就离开这个温柔的地方 离开这个起国 他们在哪商量呢 是在一棵桑树底下商量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桑树顶上正好趴着一个正在采桑叶的女奴 结果这个女奴听到了这个崇尔手底下这帮人的密谋 然后就回去告诉了崇尔的妻子 也就是齐桓公的女儿江氏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个江氏也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女子 江氏听完之后默不作声 然后就找了个借口 就把这个采桑女子给杀掉了 把这个女奴杀了 然后跑到这个崇尔的面前跟他讲说 你的手下正准备带着你离开这个地方 他说我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 男子和大丈夫就应该出去闯荡事业 你每天在这个地方不思进去算什么 他说现在知道你要走的这个人 已经被我杀了 你赶紧放心大胆的跟他们走 结果崇尔还不想走 崇尔说我在这里生活的好好的 我不想走 然后江氏就很生气 说你这个没志气的男人 对吧 你必须得走 最后江氏是用了什么办法让崇尔走的呢 是找借口把崇尔灌醉了 然后把他的手下子范又一次叫过来 说你赶紧拉着他走 所以相当于是崇尔被他的老婆和他的手下连火灌醉了 然后送出了齐国这个对他来讲非常舒服的地方 等到这个崇尔醒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在国境外边了 气的崇尔拿起武器就追着子范要杀他 子范后来就绕了圈跑 最后追上之后呢 这个子范就跟他讲说 你现在追我杀我没有什么意义 反正咱们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后来崇尔说你看我将来气的我恨的我要吃你的肉 然后这个子范说我的肉也不好吃 你如果吃我的肉对你没什么帮助 对不对 而且万一你将来如果真正的能够有所成就 那未来我想你也不会再来吃我的肉了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联盟带骗的情况下 公子崇尔被搞出了齐国 又重新踏上了流亡的道路 所以你看崇尔在路上遇到好几个齐女子 第一个齐女子是在敌国的时候 嫁给他的这个 从一个小部落来的这个女子叫纪魁 这个纪魁也是个齐女子 那纪魁说我等你可以 你让我等你25年完事之后再出嫁 他说我等完25年也没必要再出嫁了 对吧 我就直接等下去就好了 这是一位 还有一位就是齐桓公的女儿 齐桓公的女儿竟然劝自己的老公离开自己 说你赶紧去奋斗 赶紧去漂泊去 只有这件事情才能够让你真正的有所成就 你如果就留在齐国 你未来没什么出息 这也是一个齐女子 就是在崇尔流亡的路上 碰到过好几个齐女子 我们后面还会给大家讲到 就到了楚国 到了秦国 不断的会有齐女子出现 那这个崇尔离开了齐国之后 左传里面写 他又到达了曹国 结果到了曹国呢 没碰上这个什么齐女子 但是碰上了一个变态的曹国的君主 叫曹公 这个曹公有多变态呢 他跑去偷看这个公子崇尔洗澡 他为什么要偷看公子崇尔洗澡呢 因为听说崇尔有嫌邪 这个嫌邪放在今天是一种病 就是这个人的肋骨长得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长在一起的 这个叫嫌邪 曹公听说这个崇尔生有意向 嫌邪就想要看一看 结果呢 他就在公子洗澡的时候就要去偷看 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无理和不敬的 所以崇尔就赶到奇耻大怒 而在当时呢 曹国有一个大臣 这个大臣的名字呢 叫喜富姬 这个喜富姬的老婆 就开始劝他的老公啊 就说我发现晋公子绝对不简单 怎么不简单呢 你就看他这几个手下 每个人都特别有本事 每个人的本领都能够做异国的国相 说这样的一个人 跟着这么一群有能耐的人在一起 说未来这个公子崇尔必然会返回到晋国去 即位的 所以说他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对他好一点 说像现在这种曹公的做法就是在作死 你还偷看别人洗澡 未来人家这个真正的回到了晋国 成为了这个晋国的国君之后 人家不过来收拾你吗 所以咱们作为臣子 我们对他好一点 结果这个喜富姬就因为听了自己老婆的话 就对这个公子崇尔啊 非常的好 非常的客气 以礼相待 给他吃的 也给他送礼 送了一块这个非常有价值的玉 结果崇尔呢 就把这个吃的都吃完了 但是把这个玉就退回去了 就是这件小事情 导致后来公子崇尔成为晋文公之后 在回来攻打曹国的时候 放过了这个大臣和他的妻子 所以你看在这个逃亡的路上呢 崇尔其实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对吧 有的人对他落井下石 有的人对他支支不理 但是也有的人懂得长线投资 比方说这个齐桓公 比方说到了曹国 曹国的这个大臣喜富姬和他的妻子 那到后面崇尔又会经历哪些国家 又会经历哪些奇葩的事呢 从这个曹国逃亡之后 崇尔到了郑国 结果郑文公对他也不一礼相待 对他也不好 郑国也有一个大臣 这个大臣呢 叫舒战 舒战就去劝这个郑文公 说你一定要对这个公子好一点 说这个人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人有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 值得我们去投资的地方 第一个 他说这个人天生是受上天保佑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姬姓 就是公子崇尔是从晋国出来的 晋国的国君是姓姬的 但是呢 在那个年代 一般认为啊 如果你是同性之族 结婚生出来的孩子是活不久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 这个爸爸如果姓姬 这个妈妈是不会再找一个姬姓的这个家族的 但是崇尔的母亲从敌国来 而敌国的国君也姓姬 所以他说你看崇尔这个人很不简单 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都是同一个姓出来的 但是这个人竟然没有死 竟然活了这么久 而且还很健康 对不对 这个能力也很强 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人呢 一般是受到上天保佑的人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叫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是 离外之患而天不敬晋国 待将起至 他说这个人现在在国外逃亡 而晋国的国内就始终不太平 只要这个人在国外逃亡 晋国国内就一直不太平 这么多年过去了 所以这个郑国大臣舒战就认为 真正的真命天子 应该就是在外逃亡的这个公子虫儿 他说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这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 更有说服力一些 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手底下这帮人 真的是太厉害了 他说有三世足以上人而从之 说起码有三个人 是能够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 这种人都属于上清的 都属于高级大富的 这样的高级人才 他说这种人都愿意追随着 正在逃亡中的这个公子虫儿 你说逃亡的人 你能给别人什么对不对 要钱给不了钱 要地位给不了地位 可能还得跟着你担惊受怕 还能跟着你挨饿 但是这么有本事的人 却都在追随着这个人 所以这说明这个人非常的不一般 其实前面两个理由 你说我们这个父母是同性 却还活这么久 以及说他只要在外面流亡 靖国就不太平了 他说这两件事情实际上不是特别靠谱的 或者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是第三件事情我认为是真正的公子虫儿 值得被尊重的原因 就是他能够得人才 而且他的人才是非常非常有水平的人才 这种人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这个公子虫儿流亡 说明公子虫儿一定有过人之处 而且这些人才一定是他未来能够打天下 得天下的一个重要的助力 所以其实在郑国这个苏栈这个大臣 和当时在曹国的大臣叫喜富姬他的妻子 他们其实都是有眼光的人 他们知道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如果未来能够变得很强 这个人一定具备一种得人心的能力 而如果一个人的身边围绕着的人能力很强 证明这个人一定不弱 所以当时苏栈也给郑文公讲了这个话 他说以上三点我们足以重视这个公子虫儿了 更何况我们郑国跟人家晋国 本来就是同等地位的国家 现在晋国的公子流亡到我们这里 我们要对他好一点 只可惜郑文公没有听 郑文公依然对他无理把他赶出去 这也是我们后面要讲的一个重要的故事 他的原因 这个故事叫什么呢 叫竹之舞推秦师 竹之舞推秦师的故事前提是什么 就是说晋国和秦国联合起来围攻郑国 围攻郑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当年这个晋文公没有即位的时候 公子虫儿到了郑国 郑国无礼于晋 就对他并没有一礼相待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有的人落魄的时候 如果你对他落井下石 那么很有可能到了未来 别人强大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被报复的对象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视力眼的去对别人 尤其是对那些真正的有潜力的 这种潜力股 对吧 像公子虫儿这样的人 要能够正确的进行判断 那么公子虫儿后面逃出郑国 又到了楚国 又到了秦国 那在楚国和秦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下一次继续来读 我们下一次